书记上回 揭说这一段雍正建侠图 上回书说到 王石谷在樊家岗 巧遇张富英 咱们要说说张富英他们家的事情 张富英的爸爸呢叫张伦 这张富英呢是他的大女儿 下边这个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呀 跟他不是姨妈的 那么这个小妹妹 二妹妹叫张桂兰 三妹妹叫张桂枝 这这小妹妹可就提出来了 说他也要练武 既然因为张富英自幼习武啊 这个武艺还挺好 那么他先开始抹老头 老头说 小可以 头一二说呢 你有没有这长性 甭管是习文练武 是吧 得有长性 干什么也归在坚持 你就拿咱这书馆一说坚持坚持十年 是吧 刚才开书前我们聊天 明年 咱们不是过年歇嘛 今年说到最末一点啊 是三百九十九回建夏图 明年开书第一回是四百回 一回一多钟头 这四百回书 您看的 这个不敢想 刚开始说第一回的时候没想能说四百回能说七百年 谁知道一说现在呢 说了八年多 今年就第九年头上了 就头一年说的是霞英雄传 后来就一直说这个 这也就坚持下来 你要不坚持呢 说说不说也就完了换别的书了 那你一个小孩 他的兴趣多变 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呀 想一出试一出 你这会儿你想的呀 这练武心心 你要练武 练练着没有兴趣了 就不练了 就即便你有兴趣 也需啊 吃不了这苦受不了这个罪 其实呢 男女一样 甭管练什么 大家在过去的人的思想当中啊 认为男的能吃苦 尤其练武 男的多女的少 你姑娘家家的能练的什么份上呢 第三个很主要咯 就我没工夫教你 要教啊 跟你大姐小 也就是说你出去班啊 就大姐教就行了 真说你小成了 这初级班毕业了 再上这提高班 提高班呢 就是爸爸亲自教你了 当然了 当然了三位张桂枝 他是乐意 大姐教也行 就把这个话呀 跟二姐说 没养到桂兰不乐意 桂兰的小脚 三寸零点 绕不进风 也没想那个女孩子 还洗舞 可是刚带着这么一点不乐意了 三倍不高兴 说你怎么这样 打小咱们今儿俩呀 干什么什么都一块 过来吧 他们俩跟那大姐呀 差的远点 大姐是头了 那大娘生的 当家呢 还隔着俩兄弟 就是桂兰跟桂兹的哥哥 那么这桂兹呢 跟他最近的就是桂兰 他们俩一块玩大的 跟那大姐呀 稍微远点 也搭着不是姨妈 那么甭管是吃喝拉撒睡 行动作握走 他们今儿俩都在一块 这练舞呢 你要不练我一人也就没劲了 要练就今儿俩一块练 他这么一磨刀二姐桂兰 桂兰也是无可无不可 练练练练 行 那咱们跟大姐说吧 好正师拜师 我亲姐们还拜师吗 哎 这不应啊 也咬牙 你别小孩子性子 说了会的练 我这费艇拿进 教你们俩交一半不落落 不消了 完了 咱们要小啊 是打头来 我可就不是你姐姐了 我就是老师了 那子不孝夫之过叫别师之多 我可就不是说大姐训妹妹了 我可就是老师训徒弟 哎 说要听啊 咱们就要说 说要不听还需打 我还跟瞎子去手 贵兰啊 听完了 只是渗得好害怕 为什么 咱们 怎么打呀 打多疼啊 练武还挨揍啊 贵智高兴 你看 先挨揍比后挨揍强 练武说挨揍啊 但是恨铁不称钢 等练成了就不挨揍了 练的时候要不挨揍呢 那功夫练得二笼八道 以后就得挨揍 贵兰说我听你这话 怎么老憋着揍人 不像预备挨揍的样 你姑娘家家的 你打算练成什么样 练成什么样 先练成大姐设样呗 大姐设先练跟着爸爸练呐 万说咱们 就是俩哥哥都不成 张忠张小别乔是男子 在练武上啊 没有什么天分 真没有服用练得好 那么 两个人这一拜师 张伦说那行了 那我就不管了 你们每天练吧 家里头呢 练武的地方是现成的 有板上场吧 把房后的这块空地 拾得出来 早晨啊 天很早 这三位贵侄就起来了 你瞧二姐呀 还睡 这就把二姐叫醒 二姐说你疯了 天将然刚亮 你就把我给叫醒了干嘛 再睡会儿 您等了 您等了 说咱不拜师了吗 咱不说好跟大姐习武吗 怎么今儿您起这么晚呢 这个武艺每天起这么晚 这么练呀 贵兰说什么重点啊 天都亮了 贵兰一瞧啊 天就刚亮了 行行行 起起起 他这一起床啊 贵侄一瞧可麻烦了 把这睡鞋脱去呀 一抖了他这裹脚袋 赶紧得从心果 睡着一宿脚也不老实 这么一灯啊 有松的地方 再有呢 这条裹脚袋 这一宿出汗的 他就有气味了 怎么样啊 就不要了 将洗 换一条心的 拿这裹脚袋 自己那么一裹脚 他就是个慢性的人 他又喜欢他这三寸金脸 他裹的分细致 仔仔细细 一点一点 跟描花似的 可以裹的这脚 三倍贵之后 没事呢 平常瞧的国家 也不起急 今儿个心里有事 拉着他练武器 你瞧他这个国家 恨得好 你干干嘛呢 我得把脚袋子裹上了 我不能光着脚穿鞋去啊 哼 那你快点点 这不就 一裹一裹 一裹就完了 那是你 我呀 我也不裹 谁受这个罪呀 你别着急 这不是着急的事 好容易呀 把这两根脚搏好了 这台脱水衣呀 换衣服 重新登上啊 软底的公鞋 这儿呢 舒喜 贵之呢 什么什么都得等着他 好容易二姑娘啊 捣上完了 天光大亮 拉着二姐呀 跑到厚的板厂子 你瞧啊 人家大姐张富英啊 毅然练了三趟拳了 早就起了 桂兰贵之很不好意思 说让大姐您久等了 富英呢 哈哈一小亲妹妹了 你们可起了晚点 照这么练呢 咱这五啊什么能练成了 明儿早点吧 哎 明儿早点 那今儿我们回去了 回去了 还没练呢就回去了 贵之说不是到这儿报个道就完了 咱们得练 大姐 咱怎么练呢 怎么练呢 按说教你们打趟小拳 对不对不就得了 可是我瞧你们的意思啊 又拜师 又早起 还是真想练 那咱们啊 打最基础的练 咱们从战劲开始 贵来贵之问 什么叫战劲 哎 这就是个无极劲 力从地起 这人要都站不稳 怎么能够跟人动手呢 就谈不得练武了 先得连站着 贵来贵之说 站着我们还不会 怎么站着 就往这儿这么一站呐 当然了 过去的女子啊 啊 力不以门呐 是不是 站在那儿随便靠 也不臭 规伎矩矩往这儿一站 就停停玉立 这个站你们俩会 拿着装站你们就不会了 就给两个妹妹啊 一摆这个站桩的姿势 这俩都一小 感情万事啊 要打算练 也就是吃苦二字 没有信心的 练什么基本功 都是枯燥无味 好多人都问我这问题 你们这说下呢 多可乐 你们平常练功 什么就特别欢快 特别愉快就把功练了 这都啊 不接触我们这行人 不了解我们这行人 一样练基本功 枯燥极了 哎呀我吧 我给您说书啊 我还真没怎么练 所以您花钱听一不会的 多怨呢 但我实事求是 我还真没学过 那我凭什么给人说书啊 他我这占了我这爱好的便宜 他我且小就爱好这 我就好听 我就好看书 然后善于模仿 一开始就模仿 您真说让我 一句一句小 我还真没小过 您让我跟梁岩先生 当当当当当 怎么背 我也没吓过那功 哎 他是大块文章 都能背 乃类上宣男听我说话 他能背一百单八奖 这一百单八奖 头一个上天什么兴 什么绰号 姓什么叫什么 第二个上天什么兴 什么绰号 叫什么 他都能背 还特留 而且拿起就有 这就人下功夫了 我不理 可是在台上背这个时候啊 观众是喝彩鼓掌 抱一彩声 大伙都跳大摩托 不了好 他背这个时候呢 您进不瞧贼吃肉 没看贼 他一定也是黑天白日 这一百单八奖 没别的 哇哇哇哇哇 老费那个 有兴趣行 要没兴趣 您说 这得多烦 啊 什么什么练基本功 都没意思 让脸站劲 那哪站得住 那桂枝啊 也就咬牙而已 桂兰呢 咬不住牙 二姑娘练一会啊 就受不了了 虚汗也下来 就脚的浑身不得劲 你说哪难受啊 也说不上来 站不住 不用说 不承他歇会 歇会咱们一会再来 简断说吧 这头一天呐 也没别 就是站会儿 歇会儿 歇会儿 站会儿 临到莫拉了 该收工了 得吃饭 得睡觉啊 说明天早起 咱们接着练 桂枝可就问了 大姐 明天咱练什么呀 咱还练这个 什么叫还练这个 就接着站站 啊 还站站 这不站一天了吗 对了 站一天哪行啊 似乎啊 像这样的站法 小起码 也得站二十天往上 才能站出这样子 还站着 未来一听一座鸭花子 说的是妹妹 大姐教咱那什么功夫 竟说站站二十多天 那大姐说这样站 二姐您甭调调 就站着 人家会咱不会 好吧 你甭抬荡 这一晚上 没听别的 就听桂兰呐 哎呦 为什么 他累呀 不住的抱怨 桂枝呢 先开始还跟他搭个着 到后来 你琢磨他又最小 他年轻啊 站着一天眼泪啊 沉沉睡去 桂兰一条 他睡着了也就不严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天还没亮的 桂枝就把他给捅过醒了 我说你干嘛呀 你什么毛病怎么不让人睡觉 二姐您怎么了 我说就让大姐等咱半天 今儿咱就别去了 长机去了 我特意早起 您说这小姑娘 还真是有点心 那么年轻 啊 她心里要不搁事 头家又这么累 那就睡得少 我也是她 小孩都贪叫 这不仅早起 还叫二姐 二姐说不起呀 这就先被窝 今儿俩一块长大 倒不在乎 拉着二姐起来 没等二姐说话 他先伸手把睡心里扒一颗 伸手就结裹脚袋 拿新的 自己赶紧尝 快点 我先洗树 然后你弄完了赶紧的 吃 洗树 咱们后边 比昨天早 那福音也到了 福音一瞧 如子可叫 怎么 一天每天早啊 哎 这要效仿 刚良那旅之过儿 这样的好学生 知道上进 大姐我教 这教什么 昨天说了 干劲啊 接着站吧 又占一天 咱每天这功啊 这张桂枝这三倍啊 是越占越好 还真长功 张桂兰长不长 也长 他长得慢 说一块练的 他又大为 把他长得慢 他每天歇的时间差 好比张桂枝 这一天歇三起 他得歇二十多起 二十多天过来呀 俩人怎么一拉劲啊 福音一看还真不错 得了 这头一个小劲 就跟咱站成了 哟 俩人一听行了 那咱们接着练吧 练哪趟拳呢 哪就当练拳了 福音说呀 站劲练二十多天啊 教你个蹲架 每天呀 改功课了 上午半天站着 下午半天蹲 还有蹲架啊 您再给来了 看着容易 这蹲架比这站架啊 可就难多了 这站架好练 谁练武一开始 这二十多天 咬咬牙也过来 一改这蹲架 一般人蹲不住 起码蹲当 甭说我这肉的身疼 就是您身体健硕 哎 长得很苗条 很匀称 就是瘦人吧 也站不住 那是功夫 桂枝咬牙蹲的 桂兰蹲一天就蹲不住了 可就找大姐请假 大姐 我不蹲了 这蹲的太累 而且呀 我浑身呀疼 站在二十多天呢 也别扭眼泪 咱们不疼 每天出身汉 回去洗完澡 睡觉还挺香 而且饭料见长 吃的东西香了 这一蹲的 好家伙 真疼啊 尤其那两条腿 特别的疼 不应问 三妹妹你疼不疼 桂兰说我也疼啊 你哪不愿意啊 她疼 她我也得练呢 她我说了会得练 就因为疼就不练了 你看 桂兰我可不是说你 这你还不如小妹 再说疼是好事 怎么疼到好事 疼长酸烙啊 麻木抽 练舞啊 再论 甭管练什么 一疼啊 就要长了 小孩嘛 小孩怎么长进 天天练 觉得胳膊疼了 那就快长劲了 哎 您现在每天 甭管练什么 就随便您拿个 呃 哑铃 您就回家怎么练 天天您就这么练 每天练一百下 头一天 您觉得有点胀子 活动活动 拿手拍拍 松开了 二天 到三四天上 您就觉得疼了 比酸强 哎 横长 疼过去就该长了 酸了 你要觉得酸 这胳膊这个 尤其这关节这地方 哎 那您得注意了 这是回宫的表现 哎 还别过力了 再过力容易受伤 甭管是五脏 还是关节 还是骨头 不疼 觉得酸 麻烦 别努劲 你要是专业练的 都得告诉您 为什么健身 人家有专业教练 他得随时观察您 他得问你的感觉 麻木抽 你还练的都麻了 觉得麻木了 那就彻底别练了 练的练的 你跟那练不通了 还使劲呢 那就快出危险了 打这说 你要觉得疼啊 要长 可是这疼完了 那不疼 一酸就落空了 你要疼过去 接着练呢 就不疼了 你要疼完了 不练 歇着过几天 不疼了 你再练还疼 那你看怎么样 那我先不疼好啊 我呀 多了不停 请两天假 这两天假呀 我先歇一去 第三天头让我再 跟着姐姐妹一块练 张富英说 好吧 张富英信了话说 这二十多天 可就瞧出来了 他让人呐 一个愿意练的 一个不愿意练 也知道二妹啊 桂兰呐 就是服也 哎 三妹妹桂枝呢 是真练 可是要瞧二妹妹 这意思啊 这就算呀 半途而配 三妹妹桂枝呢 不知道能坚持 多长时间 他要是请假呀 我还就准假了 练不练的就在他了 可是 富英啊 也有一点私心 怎么 他交一个比交俩轻胜了 他这个交啊 因为是自己家 除了交还得给看工 连教员啊 带生活老师 全是他一人 每天也得照顾这俩妹妹 这在戏校不一样 那戏校啊 专有看工的老师 老师啊 人家那个教系的老师 是单有人 这老师专管看工 这看工最难 一看看多少够 谁也不能歇 那难免呢 就有拉空的时候 这个呢 一对一 哎 就看一个人 他就听了 所以二妹不练呢 富英呢 也乐得清闲 二妹转天不来了 贵之一人可就早了 就跟张富英啊 一块练 他这蹲架呢 张富英在旁边打拳 他这蹲着呢 暗含着这么大眼瞧 小孩也聪明 就记呀 他大姐这么一比划 赶早上回去呀 按着大姐那比划 大概其他自己 这么一比划 俩月过去 这件站的差不多了 大小件完全站过来 打算交这小拳了 没等交呢 自己这么一比划 已然像模像样的 你什么时候晓得呢 就是您练的时候 我晓得 说这个二妹贵兰 来没来就来了 来了可是来了 三天一请假呀 五天一歇功 这俩月加一块呀 也就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 根本就没有什么进步 好容易长点力啊 又回去了 会这也知道 再跟二姐废话 也没用了 张富英一瞧啊 反正俩学生 能交出一个了也不错 就是这种交法 还真不含糊 交了五年 这个贵之能耐呀 虽然说比不了 爸爸闹海龙张伦 也比不了大姐张富英 张富英呢 跟他爸爸一样 是水汗全形 这个难得 张伦号称闹海龙 说路上都一口宝剑 积压群雄 水里的雅塞和蛟龙 那么张富英呢 这武艺 使他爸爸亲手 这么些年代 又教自己这俩妹妹 叫教学护长 一边看教人 长功长得快 他的水性也很好 叫玻璃池塘 一支莲 张富英 这个三位贵之 可比不了大姐 那在一个小姑娘来说呀 也就很不错 贵兰这几年呢 跟着旁边熏 体格就算不错 不跟几年前是绕不清风了 也能打两趟小拳 有模有样 这就算不错 那么他们家这离樊家港很近 咱们说了 他们住在樊家港里面 这个樊家港呢 他仰仗的是这水 就这个港外的这条山 全自上而下往下流 小河有水 大河满的 流着流着呢 这个水距离一块 这水势就大了 又依着山势走 水势湍急 那他也怕呀 真正没有大船来了 就没有天险了 所以他要操沿水 这个凡事弟兄呢 手中一对双针 武艺都不错 可是操沿水兵不成 没得技术 怎么样啊 可就有人说了 说离咱不远 有个英雄 是保镖的打官 闹海龙张伦 水路啊 全行 你要把这位聘了 替咱们操沿水军呢 那错不了 凡事弟兄呢 也没听说过张伦 说没太往心上去 说这样吧 派两个头部 去一趟 把这张伦请来 咱们当面瞧瞧 真有能耐的 是让他帮着樊家长啊 操沿水军 要是无能之魅的 把他打不走就得了 凡事弟兄啊 也没准备礼物 就派了俩头部 一个叫董徒啊 一个叫变忠 说领上张就去一趟 张伦住这地方 小弟们叫张伦 见那闹海龙张伦呢 就说让他来一趟 咱们这要聘请他为水军头领 让他替咱们练水军 哥们俩一听 好吧 道路很近 片刻之间来到张伦铺 到张伦铺这趴趴一俩门大 张伦呢 是做家的财主 咱们前文书说了 他弃标行回来的时候呢 很攒了几个钱 这几年的娶妻生子 一大家的人 他没少买地 改着年景不错呀 这几年的越发的富裕 家里都住的房子很好 而且呢 有手下家人 家人英文 一问您二位什么事 说我们是樊家岗的 奉我们凡事债主 弟兄几位之命 到这来呀 是面见你家主人张伦 请他上来去他 什么事 见面再说 他要在呢 您说这回事 家人不敢怠慢 就抱着张伦那 闹海龙张伦 这么一听 凡家党凡事哥 几个没来往 不认识 请我干嘛去 自己是保镖 达官出身 也就所谓的白道出身 他们是黑道出身 水火呀 不相容 虽然说是近邻 但是鸡犬生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没穿过 也准着地找自己 没什么正事 说让这二位进来吧 把这二位就领下来了 张伦呢 也没出来接来 这二位呢 也没带礼物 空着手 这好 两不就 彼此都不太礼貌 俩人一瞧 闹海龙张伦 连站都没站起来 俩人快闪到 俩人也带出点不自然 趴着迷抱拳 张老英雄 二位别客气 你们二位什么师啊 什么师啊 我们战主 凡是四行 拆骨盖打来 让您去一趟 却因为我们那儿啊 要演练水军 听说您是啊 水陆的英雄 是陆地也行啊 水里地也行 人称道海龙 必有过人之处 打算拼请您 您那来一趟吧 张伦一听 哎呀 你什么也不带 上这请我来 你凡事四行就派俩楼楼兵 就能把我请去了吗 那衙门请我 到那帮着人家做事 我都没去 官的都不去 我能去这私的吗 我是保镖的达文出身 能加入你们这团伙 入你们这寨 那是绝办不到 所以张伦那不愿意 张伦不愿意又去琢磨 这俩小子来了 我就说不乐意 他们俩人 还想瞧我 回去他说我不敢去 我没真能耐 而且呢 这凡家哥几个对我呀 也不太礼貌 这呀 我想个主意 他就跟这董徒变忠说 哎呀 感谢呀 你们四为债主 瞧得起我 我张伦何德何能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外边传言呐 为虚 其实也没有什么本领 我跟着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啊 购奔樊家港 面见四为债主 倒是没什么 可恐怕呢 也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好吧 我在您那儿啊 当不了这水军头领 我家里有事 您家里有什么事 你看 我这站着房躺着地 但有电弧给我种地 那我都不满 皆因为啊 我这几年呐 在家里没干别的 我是纳门呐 教子 我是天天在屋子里头啊 把门关上就教孩子 哦 您嬉嬉啊 两儿子仨姑娘 都随我习武 这武业啊 练的啊 将然到要劲的地方 要出功了 我呢 跟着你一到樊家港里头啊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回来的 我练得成练成水军阁一边 说十天啊 八天也是他 各月齐登也是他 再说悬点啊 就许二年 我不在家看着练的 我这三孩子 这功夫 就办多二倍了 原先下这功夫就算白练了 这么着呢 我不愿意去 可是我要就这么一说呀 你们二位许不信 这么当大 您二位 跟我瞧一眼 说着话站起身形啊 可就把这二位 带着房后了 这个姑娘呢 张富英啊 和张桂枝是天天练 张忠张笑张过来 虽不是天天练的 也练 何巧今天呀 都在这儿 正合适 把这二位领来 用手一指这五孩子 看到没有 这是我俩小的仨姑娘 敢是姐弟兄妹 五个人往上这么一站 董徒哥变中这么一瞧 这俩男带小伙子 雄思应发 挺精神 也看得出来练过 为什么 胸脯子拔着 腰背挺 俩胳膊扎着的 撂不下 天天练不着有劲 再一瞧这三姑娘 你要不说 可瞧不出练过 她们漂亮 一个再一个年轻貌美 你琢磨琢磨 这都战山的搂了兵 瞧这三姑娘啊 可就往宝了看 张伦子 一时把主意拿错 你露两手功夫 把他们俩吓跑了 不就完了吗 他不进 他让这俩人看 还这么练 真是跟我练 我要他们练 你瞧瞧 来 你们哥俩 打趟拳 张忠张笑 啪啪一打拳 你们几个仨 练了兵器 这儿和呢 大姑娘张伟英 练了一趟拳 三妹妹张伦之 耍了一趟刀 斗徒变中 那么一瞧啊 他真没想到 人闹海龙 张伦家里面的女孩子 都这么好的把势 俩人看完 黑黑一乐 咋咋 张伦英雄 看起来 你那是真宝 您是 闭门客子 那就甭说了 我们俩回去 别走啊 回去 哪去 回去 债主爷 把您那篇话 回给他 别这么走啊 你们从哪来啊 从樊家港来 久闻人言 樊家港 几位 债主啊 每人手中一队 双针 本领 高强 武艺 出众 当时的英雄 那么 强将 手下 五有弱兵 你们二位 必然 跟着 债主 也没少 练 这把是不问的 也是好的 看我们这几个孩子练了半天了 别白瞧啊 十点 十点 给说说 另外呢 留两手 功夫 让他们看看 樊家港的人 多厉害 好 让他们知道啊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别年纪轻轻练了 毁子 就搅着自己不含糊 以后出去给我惹祸去 这俩小子一听 怎么还练两手功夫 你要不看 你刚才这几个练呢 还能练练 瞧完这几个练呢 自己这两下子 拿不出手去 俩人啊 臊得大红脸 紧着白手 哎呀 母哥俩可不成 别去别去 别去 练两手练两手 我们不练了 我们根本也不成 那什么大回见呢 惹到张氏父子啊 是哈哈大笑 哥俩 让人家顺张家 给扫出来了 处理了张家铺往回走 这俩哥俩可够寒碜的 嗯 够寒碜的 赖谁呀 你说赖谁呀 赖咱们几位债主爷 这债主爷既知人 既张伦是个英雄 您倒亲自来聘请了呀 给人递了点礼物 对吧 哪怕您带点周链 今儿辣班 给您预备点 啊 红糖白糖 桂圆栗子 枣核桃 啊 小米大米 是吧 放的面 围的面 豆面 说那都是熬粥的吗 反正是能搁粥里的都拿来吧 带两辫子算 滴了一桶米醋 今儿您 泡点辣班算 也算英景 这什么都不给人拿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怕咱俩给支出来了 这不到这儿找韩战吗 人家是真有能力 咱瞧下来 老头都没练 咱们就知道五孩子都这么大能力 那老头都错不了啊 可是有意见 他不会办事 韩战这可是咱俩 张老头也狂点 也没瞧得起樊家港 听说那话 让他的孩子们看到樊家港有什么英雄 樊家港有有能的就没来呀 你要明白势力呢 你把我们俩打不走就完了 韩战你们俩干嘛呀 带着后边马上吵了 非挤这么撂两手功夫 我们要一撂这功夫还不得挨揍啊 张老头也够损的 怎么办呀 不疼 这口气不能这么咽咯 咱俩呀见着思维寨主 边拍边拍疼 反正他是不来 先给他摔上队再说 那你怎么说呀我听听 我怎么说呀 我就说我们俩到那了 你说聘请您到樊家港啊 当水军头领 不但不语文是破口大骂 手指樊家港方向啊 骂债主爷的话就逢听多难听 咱俩回去思维寨主要不问咱俩 说都骂什么了他要不提 我也就不想了 他要问什么往我嘴里送话 我就卷他们姓樊的一顿 哦 指桑骂牌对了 反正不是我骂 我就说张伦骂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我们俩听不下去 我们要替樊家港拔不上 可就带着人家后边把 打是什么了 要揍咱俩 捆上 依然要打五百鞭子 后来还是人家有姑娘 人家说这一打呀 鸡猫子喊叫上 街坊听着不像话 依然给俩嘴巴踹两脚 顺人家张就给踹出来了 我们俩这才得活命 出离了张家铺 回来间债主爷 就踹话 对 俩人半道 把这瞎话就编圆圈了 回到我凡家港 完事这是几个呢 你瞧俩人回来了 他怎么呀 见那闹海龙张伦那哟 见他乐意吗 好 无胆不乐意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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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完事地狱凶温丁大怒 七个早 姓张的要疯 藐视咱们凡家港 办的 这一说办的呢 他就有人提出来了 说别去 为什么 咱们这现在事太多 火焚大火堂 是刚对这王石谷关的 咱别谁都招了 咱这会儿没有啊 精力啊 去对付这张伦 咱们是有轻重患疑 张伦那事呢 不是什么大事 等王石谷那事 彻底解决了咱们再说 几位一商量那得了 可就跟董徒变忠说 那你们这俩小子 真废物 竟出去丢人 行了 这事不知道了 回来说吧 哎 董徒变忠这招儿没得管用 车和事没车和起来 白废了 俩人扫不大眼 说那个上坊给护下来了 你这招不管用啊 是 咱不是这好脾气人呢 咱们说完了 约不出火不爆的算了 再说 再说这什么时候了 现在凡家长大敌当前 多能顾上这张老头啊 咱怎么办 咱俩回去忍了吧 忍了不行 我还有主意 还有什么主意 你老是歇会好不好 压了你的精神 不说 不算了 怎么着 咱俩啊 找大头目去 这些日子 东方 债主也见不着大头目啊 大头目也见不着债主爷 咱俩头一传瞎话 咱俩大头目先跟他干一干 那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 咱俩就说债主爷让咱俩瞎话 这事教大头目吧 就说张伦呐 辱骂樊家岗 辱骂债主爷 让大头目带人呐 去办这张伦去 债主爷顾不上 可是呢 让咱俩瞎话瞎话 没说准时间 说是立马就去 还是等过过再说呀 没细说 您自己照亮着办 您看您什么时候去 这话行 咱俩找大头目来 樊家岗啊 有个大总管的头目 地位仅次于樊氏四兄 叫九里长江许成 许成掌中一口金被砍山刀啊 也很说得过去 那么似乎像董徒变中呢 这叫小头目人 见着大头目啊 许成 把面陪笑 未曾说话 先作一 许成 好吧 啊 我们从债主爷那来 债主爷啊 有事 让我们跟您说一声 什么事说吧 就把四位债主要聘请 闹海龙张伦为水军头领 张伦不愿意来 不仅不愿意 怎么样的骂鸡 怎么样的打人 又说一遍 那债主爷 什么意思 这边说呀 现在啊 樊家岗事太多 听吧 顾不上那道海龙张伦 也不必兴师动众 几位债主爷 拍门找他去 小小的张杰铺啊 也容不下 这么些真神 怎么样 就让您来一趟 让您办这张伦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您自己想主意 没说 也没说时间 也没说马上去啊 也没说是过过年再去 就这么跟您说吧 这事您看着办 哟 许成一听 这题目难了 怎么 这看着办更不好吧 这是债主爷考验我 让我看着办 全权 交给我 那我还非得把这事办漂亮 不仅得办这张伦 还得及时 敢 债主爷把大事料理完了 想起这张事 一问我 我早就办成了 那不该找我九里长江 许成了脸吗 能了 你们哥俩呀 去过张罪铺 见过张伦呢 哎 那我就跟问问 你们俩人 债主爷 即使说了这话了 我还是马上就办 我派门找他去 可是有一节 我得问问你们 哥俩 这张伦的能为如何 咱们哥们不错 可别阴我 实话实说 你们要觉得我这口金被砍身刀啊 是他的对手 咱们带着弟兄 就叫强功 到那咱们就论打 你要觉得我这口刀子 叠不住人家 咱们就智取 咱们想逐一禽党 哥俩一听啊 嘿 许桃 要我说 您是明白人 未从私禁先私退 这叫知己知彼 一百战不得 对呀 咱们别打糊涂仗 我们乖俩跟您掏心 祸子说 怎么样 智取 想主意去吧 明白了 许桃期的话 那我这招就不怎么亮了 张伦有那么厉害 反正是人家的我孩子 全会练 您算计吧 咱智取稳妥 那就是 那行了 这样你们哥打开 你们再去一趟 把他给框来 让他上咱这来 哎 就说几位债主爷 二次聘请 可是债主爷知道了 上一次去有点辣理 这次啊 亲自迎接 您呢 稍微BB区 上边来一趟 债主爷一定吹三动 打三动迎出来 面见 是乐意啊 不乐意 您跟我们债主爷说 到这儿我有话问的 他要说好了 两拉脑说不好 当场动手 我要能赢的 甭说了 我要不能赢的 看见没有 这儿我预备几个弟兄 预写三道半腿城 把老儿张伦半躺间 咱们生亲活打 跟他一跳 好嘞 去给您框嘞 论打 我们可不成 绑人 我们可以不成 都得您这儿出人 你甭管了 这俩小子 跟许诚商量好了 俩人又问张地铺了 到张地铺啪啪一拍门 张地下人出来一条 有何 还是俩人为 为何取而复返 见你们 老爷 见这位张员有事 有话说 您说来个回事 俩人比同回来啊 还客气 往里一抱张伦 叫老大不乐意 我告诉你们俩不乐意去了 我家里有事 我得教孩子练舞 也练了功夫了 怎么还来 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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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回去 回占主爷了 占主爷听完了 大大的身 吃我们俩一顿 说我们俩人没能 他没出去 请人都不会 我们俩人呢 我就跟占主说了 占主爷您那 可是去了我们俩了 你也没让我们俩预备礼物 我们俩空着手去 难免人家张老英雄挑礼 占主爷一听 对 那礼了 几位 债主爷风风声声摆下酒席 打算亲自迎接您 可是呢 又怕您误会 为了避免误会 还让我们俩俩来把话说清楚了 您呢 受点委屈 一吨大价 人呀 去到我们那 这回甭说 我们债主爷呀 是亲自迎接 可就带着 这个大门外的 等着您 吹三通啊 打三通 哎 到时把您接进去 还有一句 乐不乐意 也就在乎于您了 您要乐意呢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 您就是我们那儿啊 水军同领 您要说不乐意 您跟我们债主爷说去 也省得罚我们俩来回跑腿 可这有意见 您最好去一趟 您要不去 债主爷一瞪眼 可就罚我们俩来了 张伦一听 那我得去呀 就冲你们俩小姐那篇话说 我老老实实的跟着你们俩走到那 让你们俩先交差不就完了 那这是疼我们俩 你们俩呀 玩去 就这个话虎别人行 我张伦一是干嘛的 虎我来了 甭问 你们那儿预备一下 打虎牢笼之计 咋子把我框了去 要不利于我 是这意思不是 这这话一说 董徒变中俩小子脸上颜色更变 把这人老江湖全名背 自己这点瞎话啊 说不出去了 哎 您这可不对 您怎么拿了好心就当了驴肝肺了 我们那儿 你们那儿怎么着 说 你们那儿打算把张伦如何 小子 我应当要你们俩命 咱又没那么大过劲 你们俩不过传话之人 咱这么办吧 我要不去 显着我张伦呢 怕了你们樊家港了 你不让我去吗 大子方方我跟你来一趟 你们那儿有什么祭祀 只管往我伸手用 倒看看张伦怎么样 说的话伸手 墙上摘宝剑 告诉我儿子姑娘 我要来趟樊家港 跟着俩人来了 真不含糊 到这儿也没有吹三洞打三洞 把你们寨主交出来 我们寨主啊 对不起 诸不见摔爬他还不刺猴 我们大头目的 大头目谁 九里长江许 什么许 叫许成啊 把他叫出来 许成低了这金贝 砍仙刀就出来 姓张的 你这才叫给脸不要 我们寨主爷 咋能聘请你 当水军头领 这不是台军你吗 不但不干 把我们手下人一通的羞辱 你来了也就没别的了 我要当面领教道 看你闹海龙怎么样 老英雄张伦 这台伸手亮宝剑 可就跟许成打了一块 许成这口金贝砍三刀啊 很说的过去 但是要打分赢张伦 那是赢不了 三刀两世过去 可就知道老头子是真勇 虚晃一刀 拉了一个败士 往下就走 向张伦那就不用当追 张伦往下这么一追 三道崩腿城一块起 兜老头子一大跟头 宝剑也撒手了 人也趴去了 过了俩人 按住老头就捆 手里还真利索 书中代言 许成俩儿子 一个叫许文英啊 一个叫许文秀 哥俩 也是自幼随父习武 要说动手打仗还差点 要说捆人 够用了 把老头子捆了 许成啪哈大笑 张伦破口大骂 你们就是这样的英雄侠义吗 你们就是这样的本领 那你甭说 反正你 啪下了 捆了 杀 总督 总督 便中说别杀 怎么 您怎么了 您这一杀 半天他不回家 他人都不来 孩子一来一瞧 他爸没在这儿 准是让咱们害了 到那时候 勾结张伦在江湖上的朋友 岂不要闹事吗 咱们这样 他们家呀 咱们瞧清楚了 俩儿子仨姑娘都会俩下的 也就这点人了 咱们斩草务必出根 咱们呀 守株在都 他爸爸不回去 这俩儿子准来 到这儿也甭配话 把这俩人擒住了 就凭咱们五人 还寝不住这俩小子吗 把他们一人仨关在一块 再把他这仨姑娘除了 到时候 一网打尽 涌出后患 多那债主仪一问 就是许头林的大姑一变 许成一听 言之有理 可就把张伦那 捆好了 关起来了 我不其然 张忠张小来了 没法不来啊 老头林总说了 上搬家岗了 走了多半天还没回来 走时又气横横递着宝剑 跟着樊家岗同人去了 哥俩一人一口百五剑 可就到樊家岗了 到这儿也甭废话 还是许成接待 说你的天伦 已然被我们给杀了 哥俩文庆大怒 百兵任何一动手 许的仪仨仨呀 这能耐还真不错 可就把张忠张孝给踹躺去了 也给擒了 这个变中跟董徒显着能耐来了 俩人啊 在旁边 呼家虎威跟着张牙舞爪 狗掌人士 敢把这哥俩都捆好了 就是关张伦这活拉开门 父子这么一见面 张伦一跳快乐 这才叫一网打尽 你们俩人干嘛来了 您不回家 你们俩不来 那你们俩人不是傻吗 我要不回家 就让人害了 或者让人勤了 我都不行 你们来不是白饶吗 可强奸这话说 多不讲理啊 您是爸爸 不是儿子 您不回家 我们当儿子 就出来找找还不对了 到这儿听说 您让人害了 我们百军任何人动手 就即便是被祸 遭勤 咱们父子死在一起 也算死得其所呀 为人子者 当尽忠孝啊 张伦说了一个 哑口无言 太对了 只恐怕你家中 你的母亲 跟你的姐姐妹妹 要遭殃 可和你我父子 一身武艺 到现在束手背擒 是无可奈何 这会儿张伦后悔 叫悔之万矣 一人仨都然该捆了 这就是 带宰的羔羊 就得听人家摆布 许正说 事到如今怎么样啊 总统变中说 那行了 跟您说 这张伦别看能力不怎么样 这仨姑娘 要碎是碎 是要模样是模样 我得问问您 大少二少 我们这两位老贤侄 哎呀 狗嘴里还像吐出象牙来 贤侄你把他砸弯了 我们这俩 我们这俩侄子 您给说媳妇没有 没有啊 师父 这仨抢来之后 那文秀文英哥俩先挑 挑胜的是我们哥俩的 文秀文英先挑 挑剩下 仨挑俩还剩一个 你们俩是怎么分的 那你就甭管了 嘿 文秀文英 叔叔不冤你 就张伦这老小的这仨姑娘 可都挺漂亮 行了 就凭二位少爷的武艺 到那可就错不了 文秀 跟文英一听 一琢磨好啊 带着人 去抢去 带着手下 楼梁冰就奔了张家铺 张家铃几个正在商议 干嘛急坏了 老陈拿宝剑走了 张忠当校拿宝剑也走了 全都一去无有阴心 那甭问到那打起来了 就听外边 光光光的迷叫门 要说还得是傅英 傅英这他用手一指 说了一声 二位妹妹 护着老太子 自己强硬摘宝剑 可就到当院了 他到当院呢 这伙人翻墙可就进来 到这儿 把门打开 呼拉一下 撞进不少人 为首的就是文秀文英 许氏弟兄 再加上董徒变中 四个人一人一口 明晃晃晃 正堂堂的钢刀 董徒用手一指 张富英 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们小哥俩瞧 那俩小的还漂亮 可就不由得呀 富英大怒 富英一瞧 黄奔 自己的俩兄弟 跟老父亲 已然被他们给害了 上那抢人来了 富英一咬牙 他挺手中宝剑 可就动上手了 文秀文英 两口都 沾富英 你一个人哪 还勉强 董徒啊 跟变中这俩小子 带人就往屋里闯 猛然间 要屋里 飞出一凳子了 紧跟着大喊一声 三姑娘一口宝剑 就出来了 万没想到 这小姑娘 还有俩下的 二姑娘一口宝剑 也出来了 可是有意见 三姑娘这武艺啊 跟董徒打 董徒别看 打不过三姑娘 还能治疤 文秀文英 俩人 战富英的 也能对付 可就苦了 二姑娘贵兰了 贵兰 跟变中 这小子一动手 三下两下 啪一拍一脚 整踹着手 弯着手 二姑娘贵兰呢 这宝剑 就撒了手了 紧跟着上去 进步一拳多 二姑娘打躺去了 变中一瞧 下腰扛起来就跑 搂了兵 护着 可就把二姑娘 给扛跑了 把大姐 富英啊 跟小妹 贵直 急得了过去 这哥仨一瞧 变中得手了 也不练战了 为什么 打不过 这些俩呀 文姓文英 新的话说 可上了 这俩 数着当 怎么 这大姑娘 这口宝剑 真厉害 这席人不要了 我们四个儿 分那一个得了 嘻咯咕咕 全跑了 富英 低了宝剑 在后边 紧追 一直追到 樊家岗 这帮人 跑进去 算追不上了 怎么 就看大头目 九里长江 许城 掉楼楼 可就 瞻弓带剑 再往前走 就把大姑娘 万剑 团伸 那不雅如 飞蛾 像火的相似 大姑娘 一朵金莲 可就跑回来了 半大就碰了 三妹了 三妹也追呀 跟我一会儿回家 见着老太太 老太太 差点没死过去 眨眼之间 加倍人亡 这会儿 老太太可就 顾不上老头子 跟那俩儿子了 顿足 吹凶 就喊 贵兰 你妹妹 要是让这帮 强人给抢了去 可就算坏了 坏了 好不着啊 赶紧去请啊 你周三大爷 书中代言张伦 有个朋友 就是万里 飞逢周天彬 这跟张伦呢 俩着好朋友 老头子 本领高枪 武艺出众 是侠客的身份 就凭你们姐儿俩 不但报不了仇 去搬家岗 也是去送死 张伦英一琢磨 这话对 可就让贵枝在家 看守门户 守着老太太 如果要是强人再来 也没有别的 到时就以死相拼 自己可就跑出来了 正往前跑着呢 有人可就把他脸上 书中代言 就是老霞王石谷 王石谷让老尼公姓慧啊 给救出来了 躲得山枯了里 躲两天 他躲不住了 他想着自己那把鞭呢 落得樊家哥们手里了 他心有所不甘 他打算进樊家庄 道边 鞭扫樊家庄 手刃仇仁 漫山遍野 一跑地里 又不熟 跑丢了 眼前人影一晃 刷拉一下 给他追击也近的 一看这个大姑娘 这才一问 张富英就把自己的事一说 怎么樊家庄也是我的仇人 说那行了 我可以你先回家吧 他就把王石谷领回来了 你俩一瞧 富英领回一个白头发老头呢 说这位怎么意思 这位是广东的侠客 王石谷 能有什么能耐啊 王石谷说 我别的能的没有 我掌中有一条鞭 人称天下第一鞭 鞭哪 我失守被军 樊家岗 然给吓了 我在樊家岗 关了些日子 老太太说 行了行了行了 给他玉杯饭 你赶紧找你周大爷去 快去 找你周三大爷 他没用 王石谷一听 这老太太 万里飞风 周天敏 那哪成啊 闹海龙 张伦那成啊 我比他们有能耐 你有什么能耐 有能耐 你不认为樊家岗 给逮着吗 老太太不糊涂 老太太这个 推论是正确的呀 你兵刃都没了 要我这老太太 这么办法 嗯 我呀 在您家 让福音赶紧去 把周天敏请来 多个人 多个力量 你看个周天敏 到这见着我 他说什么 老太太说呀 行 我就信周天敏 你们老头子跟我说 周天敏比他能耐大 哎 我就信服我们老头子 而且周三哥呀 跟他俩人最莫逆 我们家这事 要让周三哥知道 一定帮忙 张伦英说 行了 有老侠您在家 我又踏着 那我再跑一趟吧 张伦英将然动身 就听外子光光光砸门 张伦英把门打开 一瞧不认识 您找谁 问您 这是闹海龙 张伦 张老英雄的家吗 不错呀 我们呀 是从周天敏家里来的 我们是周家的下人 您呐 赶紧把张老英雄请出来 我们那出事 救命 张伦英一听 这套不错 我这憋着请周天敏 周家人请我爸爸来 我爸爸顾不上 我爸爸在嘴关他 二妹妹俩兄弟 全上人那儿 是死是活 还不知道呢 您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您赶紧把老英雄 请过来了 老英雄有一个 这不姓张 姓王 什么老英雄 王石谷在我们这儿呢 那说老太太不知道 张伦英知道 听他爸爸聊过呀 依稀记着爸 我跟自己聊天的时候 也不怎么提过一回 广东龙门下 有个天下第一边 啊 头顶带极脚草 把天下第一边 老侠王石谷 吹嘘挺大 也不知道这老头是不是 这老头要上您家的去 能管事吗 你甭管哪老头 先跟走 到时候我跟您说说 我们家怎么回事 王石谷一听 这倒不错 我的事没了呢 勾出来张伦他们家 一样的事 张伦他们家 这事没了呢 这周天明家又出事了 那行 道上你跟他们说说吧 由这个张家本周天明家走 道上 周家的家人 就把周天明他们家 发生这个事情 就跟老虾王石谷 跟大姑娘张富英 这么一说 怎么回事 事情呢 怎么把她是呢 这个接着给您说 这道上呢 就蒙太奇了 就让他们这跑着 怕 镜头一转 就周景 周天明 大叫万里飞鹏 观察周三爷 没儿子 俩姑娘 大姑娘啊 叫金如 二姑娘就叫银如 结着俩 这俩姑娘都不错 自幼呢 跟着周三爷 诶 识文断字呢 但是呢 没练武 姑娘家家 没怎么练 周三爷呢 家境不错 打算拼这俩姑娘啊 舍不得 就俩姑娘 没儿子 老两口啊 跟周三奶奶 可就商量 说是养儿也得技 养儿也得技 有那么句话 一个姑娘啊 要娶一个姑爷 叫一个姑爷 扮个儿 老大说 什么叫娶一个姑爷 那叫嫁一个姑爷 老头说 你不懂 我俩姑娘 我不打算嫁 不外聘 我招啊 养老的姑爷 到插门 他后半卖走 我包了 改不改信的 无所谓 我姑娘啊 不能走 一个姑爷 扮个儿子 我俩姑爷 也和一儿子 老大弟听 能有乐意吗 你想 重赏之下 必有永住 想我周天明江湖上 人无自豪 家乘人之 我要趁浪 我俩姑娘 又不缺点麻 少点麻 还识文断字的 长得也不寒碜 你派人 咱俩说去吧 这一说呀 就愣没有乐意的 那会儿那人呐 都觉得倒插门呀 更名改姓 寒碜 不穷到一定份上啊 不认同 这方便左右 适龄青年呀 还就没有合适地 一来二去 你耽误啊 老婆个就 干嘛呀周三爷 你这不把姑娘耽误了吗 周三爷说呢 我哪儿这都不好嫁呀 我当初想的挺好 感觉事与愿违 这天呢 来个串门的 王大娘 王大娘到哪儿 不能找周三爷 就找周三奶奶 周三奶奶说 您找我什么事啊 自从您那撒出人家打算 招养老的姑爷 我就给您上着心 一来二去 有点耽误 可是现在有一合适的 没有比这再合适的 您看看 是先家大姑娘 是先家二姑娘 呦 你先说说我听听 这个小孩啊 姓陈 叫陈宝光 闹到咱们这儿啊 可就算是闹了陪了 跟您说 是他姑姑啊 是他姨啊 是咱们这儿的 他来投亲 没想到没找着 一着急 小孩病了 病在小店里头了 欠欠不找账 一听说咱家这事啊 打算呢 上门啊 入赘 还店饭账 还医药费 情愿改姓啊 给您这儿当儿子 周三奶奶一听高兴啊 行啊 这么长时间没有下落 今天嘴有信 这位 能相看吗 能啊 您要乐意 我把他领来 咱们瞧瞧啊 您要看着乐意 姑娘才看着乐意 这事就扒到有一瓶了 好吧 你领人家吧 王的娘领人家 周三奶奶跟周三爷 把这话可就说了 周三爷一听不成 哎 好容易有了 答应入赘 你怎么又不成了 这不是荡乡本土的 不知根知底 这不能给 知根知底 你这话就叫废话 他没根没底 他都落得小店了 都落得赔了 他有什么根底 我说的不是钱 你这他什么孩子 他怎么落得赔啊 他不是投亲不着 防友不欲 那是他怎么一说 他要真正的坏孩子 吃喝嫖赌 奸懒谈 他把家败了 忍在这儿 给这儿入赘 入赘不要紧 他露不出本相了 三年二载 他把他的本性一露 我轰是不轰 我把他轰走 我姑娘白糟气 我不轰 我看着生气 那不是不上算吗 对呀 对呀 你姑娘一辈子不嫁 就更上算了 那么说着半天 你要不乐意 我就别让人给领来了 我也没说一定不乐意 还是 他事好事坏 你不会瞧吗 瞧不透 你不会问吗 问不明白 你不会什么 你让人家王大娘 把这小伙子领来 哎 你要看得上 你同意 咱们招阳王的故意 你要看不上啊 也别白看人家 他不难吗 你二两三两的也是他 十两八两也是他 你周计周计人小孩 你不还落个行善的吗 干嘛一个棍子给闷死 就干 让小孩不递的是坏孩子呢 周三爷一听 行行行行 看看看看 暗含着周三奶奶可就告诉金如了 金如一听也知道爹妈当初商量的 给顺觉招上门的姑爷 银如很高兴 金如说啊 这不错 哎 招俩姑爷上门 咱又是姐妹又是周理 以后啊 咱们永远不分家 这不错 寻常的姊妹啊 各家一帮 走得近的呢 一年也见不了三回两回 走得不近啊 这辈子又许见不着了 我跟姐姐你 能长相私守 倒比别人的手足情长 金如说呢 也得看看爹妈给找什么样的 王大娘把这陈宝光就给领来了 敢是周三爷 周三奶奶在明 金如银如在暗 一瞧这小伙子 衣衫蓝绿 精神不振 往这一坐倒是规规矩矩 一说出话来 出乎于周三爷的意外 怎么 谈吐不凡 就听这个聊天 还能听出点文墨水来 王大娘一瞧 自以为得意 怎么 你们要这上门的姑爷 这还有条吗 那把周三奶奶喜欢的就了个地了 这让人呢 带着他出去洗澡 洗完澡给买医生 买完医生呢 回来吃完饭 再看怎么样 打这说 周三爷派手下人就领他出去洗澡 这个可就多给了十两银子 说你把这钱给他 你看他怎么花 哎 瞧瞧他 这钱怎么用 你看 这周三爷江湖 哎 我招的是姑爷 尤其上门的姑爷 我这姑娘要给他 我得知他什么人性 多给钱 把这钱啊 拿出来 这位呢 拿着钱 领着陈宝光出来 一换季 可就把这钱漏了 您看 三爷给他们些钱 您看这钱他怎么花呀 都给我 家人一听 有得 让他们三爷算计 好都给您 您看着办吗 你跟我走 陈宝光领着这人呢 可就奔了到堂了 洗得干干干净净的 原先那时就一定不要 换新衣服 敢装扮起来 家人这么一瞧 人凭衣装 佛凭金装 小伙他就有精神 洗白白抹香香 换成一身新衣装 马上这人就精神了 那钱有富裕 洗澡才花多少钱呢 换新衣装也没花多少 拿着这钱 跟我买几样东西 您都买什么了 哎 你瞧着 打这说呀 给老头卖点东西 给老太太卖点东西 另外剩几两银子 这几两银子 我可就不还了 您干嘛 我谢谢这王大娘 人家给我纸条名路 给我找个家 我打这以后 不说仅于一时吧 最起码我后半辈子 一时无忧 我就算活了 这几两银子 回头您跟老爷子说 是我谢没人的 家人一听够光滚的 周三爷 这小招没用上 回来 赶再到了周去 老太太一瞧 怎么样 怎么样 三爷你瞧 是坏孩子吗 你看这模样 你看多精神 咱们姑娘 嫁这样还不成吗 你别管 看模样 不看模样看什么呀 不看模样看什么 那你还要怎么看人家 谁跟着去的 我跟着去的 来来来来 这钱 这钱他都要去了 都要去 他干嘛 他是这么这么这么 就把这所有用情 这么一说 他还藏了几两银子 他干嘛 他说谢个没人 要谢王大娘 活够光滚的 我要瞧这孩子办事 说现在话靠谱 好吧 把王大娘给找来吧 让王大娘领着他 拿着钱回去 先还账去 差多少给多少 医药费多少都还 还完了就在地儿里等信 王大娘个就回来了 见周三爷 周三爷呢 还是不放心 他的原籍住处 家里都什么人 他一概都不知啊 周三奶奶说啊 不知不知 你姑娘又不往过架 人家不上你这住来吗 你万人家里是干嘛 打这儿说我乐意 你说乐意不乐意吧 问问姑娘吧 敢金如银如都乐意 银如乔的姐夫也不错 还跟周三奶奶说 妈要给我找 找这样的手 问王大娘吧 王大娘您看这事怎么办 这事好麻烦了 您这姑娘不能在家住 怎么不能在家住 您这姑娘得住着亲亲家 让他有店里面先来 您这儿可先办头当的喜事 认亲亲 什么叫认亲亲 老头不没儿子吗 您跟三爷让他跪在这儿 给你们二老磕头 先认儿子 打这儿改姓 陈宝光就不行了 就叫周宝光 他在您家住去之后 正式发酵子上 亲亲家再把大姑娘 金如给接了 这算娶儿媳妇 是连娶儿媳妇带聘闺女 认儿子这是三喜临门 您老有经验 这事就得这么办 是招姑也全是这么个招法 哦 是是 另外呢 我得跟您张张嘴 什么事 大那天也得来喝杯喜酒 可有意见 我连见体面的衣裳都没有 没别的三奶奶 您借我几个钱 我先扯点布 我先做事好医生 您这话就远了 早就给您预备些 十两银子谢礼 叫您的秘书 我乘身手跟您要谢钱了 我跟您老街旧方的 这不就帮忙吗 看那小伙子不错 这姑娘都是我看着长大了 她能成 日后好好孝顺 你们二老就是了 我这里可不图钱 那也不能让你白跑 这十两银子 无论如何 你得带着 您说您这怎么话说的 那等我有了钱 我再还您 您甭废话 买衣裳去 这王大娘还真有两下子 打这说 就算这王大娘 把这陈宝光介绍成功了 陈宝光一进来呀 小两口 拜堂成亲和谨 这日子过得不错 周三爷暗中考教 几次事业 没毛病 这孩子还真不错 说话也得体 干事也成 周三奶奶暗含着 去你呀 你这一辈子我跟你说 你有不了儿子 为什么你竟长脏心眼子 外部人称你 万里飞鹏周天明是个侠子 叫我说最不赞成你 我跟你这半辈子也委屈 这么好的小伙子要处你当初那样 就许错过 我们这姑娘再找这样 打个灯笼没地方找去 周三爷呢 还紧着检讨自己 完了完了完了 三奶奶 您别这样 别得理不饶人 这回算你对了 不就是了吗 那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这天来了一个人 啪啪一拍门 我找周三爷 哪一位叫周天明 周天明出击 一看年迈苍苍 一位老英雄 背后背着这么一口刀 您江湖人称一条龙 我姓陈 叫陈文海 我跟您问个人 您问谁 有个叫陈宝光的 在您这儿吗 不错 已然纳入我门中 又是儿子 又是姑爷 您找的有什么事儿 大事儿也没有 鸡拿归案 姓周的 交出来陈宝光 两拉倒 二话不说 捆上就走 不交陈宝光 咱们就是一场热闹